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社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观察者属性 今天我就给您讲讲 VUE中观察者属性的使用方法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咱们使用观察者属性watch 咱们来侦测一下数据的更改 应该是页面数据 页面绑定数据的更改 怎么做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是这样 我的实战演习 其实是VUE官方的一个例子 我认为讲 这个观察属性简单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把它引用过来 适当做一点小小的修改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页面中数据的部分 有三个值 第一 是一个question 就是说 我向我的这个VUE 向咱们用程序问一个问题 然后呢 他会给我回答 那么这个问题 放在question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回答呢 放在answer里面 然后呢 咱们页面上 如果再显示什么信息的话 放在message里面 好不好 这两个为了颠倒一下吧 一个是问题一个回答 同时页面上的信息 会放在message里面 好不好 咱们有这么三个数据对象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在页面上 我呢 会把这个question 这个问题 绑定成一个文本框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自己在页面上 去输入一个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是否问题 就说让电脑去回答yes 回答对吧 咱们输入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进行回答 回答的结果呢 大家请看 呃 它的官方的例子呢 是显示一个值 是yes 是no 对吧 其实它官方APM呢 咱给它扩展一下 可以显示一张图片 那么今天呢 我在这个位置 显示一张图片 同时上面这个message呢 也显示一些个值的内容 好不好 OK 那咱们往下看啊 呃 我这儿呢 定义了一个 咱们今天的主角 观察属性 观察谁 大家请看 我要观察我数据里面的 这个question 这个值 我要观察它 为什么要观察它 因为它在页面中 进行一个双向绑定 好不好 它肯定会方便 为什么 咱们在页面中 咱们敲键盘 叭叭叭叭叭 往这温等框里面输直 咱们在输入的时候 它就会动态的发生改变 对吧 那么这个watch 就是观察用户所输的内容 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新值 一个是旧值 比如说页面上 现在这个温等框中 有个123 对吧 当我又点了一个4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被激活 那么老值装的是123 新值 装的是1234 好吧 OK 那这个内容 这个函数做了个什么事呢 大家请看 它会判断 我用户书的内容中 有没有一个问号 如果用户书书内容 有个问号的话 它会调用一个异步函数 从服务器端判断 用户问的这个问题 咱们是给它回答是yes 还是no 当然这个结果是随机生成 咱们仅仅是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好不好 那这个guideanswer是怎么做的 咱们往下看 这是他官方例子 我就直接拷败过来 给您说一下 他就调用一个guideanswer 得到一个答案 对吧 我这是message 当他还没有获得答案的时候 咱们页面上的一个message框 会显示思考中 对吧 然后会调用这么一个URL的API 它给咱们返回几个值 然后我值取到了 它的文本值 你回答的是yes 还是no 对吧 同时针对于相应的yes no 它会给咱们返回一张图片 它的官方的例子中 是没有给咱们显示这张图片 我今天把这张图片 也给您显示出来 好不好 同时大家注意看 我调用哪个裤 这是咱们文用语编程 必不可少的axios 这个裤对吧 这个裤呢 我在下面做一个引用 大家请看 axios 对吧 我在这做了一个cdn的引用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页面中 实现阿甲克斯同步 从伏器端的取数据 OK 这就是这个例子 大概的流程 咱们主要是看 这个观察属性 观察用户数的内容 发生什么变化 一旦发生 用户数一个问号的话 它就会向服务器去存取 然后呢 给咱们返回一个结果值 是yes还是no 好吧 就这么一个例子 马上运行 给您说明白了 好 开始了 index.html 然后拷贝上 咱们的最基础的 vue3的模板文件 拷贝过来 同时拷贝上 同时拷贝上 咱们的页面代码 从Body开始拷 好 到这儿结束 咱们大家下面这行 axios 这个千万别忘考 否则的话 咱就不能够实现 这个阿甲克斯同步 阿甲克斯 对吧 好 放过来 在Body里面 然后存盘 今天呢 我给您用的是第16克 咱们看一下 F5刷新 第16克 这个地方 我点击一下 然后呢 选择刚刚我建立的 这个index文件 点开它 大家请看 这出来一个问题吧 就说 您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回答一个 这没有任何的错误 给它回答 给它问一个 就是说 是否问题 比如说 我问一个 比如说 我 帅妈 我帅妈 我帅妈 哎 这种 怎么不我帅妈 我帅 妈 妈没有 我帅妈 对吧 这时候 大家注意看 它并没有做任何操作 对吧 当我点击一个问号的时候 注意看 走 思考中 然后它告诉我 Yes 你很帅 同时 这图片呢 是从服务器端取得的一张图片 大家请看 这好像这个人在做Yes的表示 是吧 怎么在澡藏里啊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地方并没有输出任何的错误 所以说我这个逻辑是跑通的 对吧 那我把这个关掉 大家请看 当我输一问号的时候 它会去服务器端取得 不管它这个值是随机的 当然我这是找到一个帅 对吧 它确实给我回答Yes了 也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再试试啊 比如说 我有钱吗 我有钱吗 这怎么 我有钱吗 当然这个字随便敲 它是不用管的 对吧 咱不管怎么敲 我还敲错了 出不来了 对吧 这个字咱随便敲 其实它就根据咱们侦测这个问号 去随机的给咱们一个回答值 好不好 那咱们就试试看看我有钱 我有没有钱 试试啊 问他 思考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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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穷鬼 就这意思 OK 通过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它会去动态的侦测 这个question里面的值 对吧 一旦发生改变的话 它就会进来做一些逻辑判断 当然这个值呢 咱们是通过这个Vmodel 进行的输入绑定 如果咱们输入值里面 有问号的话 它就会做一个义步调用 从服务器端取得一些内容 然后呢 返回在页面上 然后做一个小知识呢 这个地方呢 它给它返回的是一个image图片的URL 所以说呢 我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image的绑定 您就会看到 好不好 另外呢 这个地方我给您演示一下 就是说 咱们如果不这么麻烦 还是敲数字什么 然后再显示 您要不要看到这个yes no 不用管 这个URL呢 咱们是可以直接访问到的 所以说我给您访问一下 我拷贝过来 咱们直接在页面中输入 就能够看到它的返回结果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answer 它反正是个jsm 对吧 answer 它这个是动态的 然后呢 是否强迫 这不管 然后这个是给它返回一张图片 然后我F5刷新的话 大家注意看 每次的内容 每次返回的图片 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呢 是随机生成 没有任何问题 那换句话是 我在这 我接着再敲一个问号 这都可以啊 对吧 我大写也可以 是吧 yes 这会是yes了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咱们不根据这个我述内容 就根据我的问号来决定 它是不是去服务器单 做这个 异步存取 然后呢 服务器的API呢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API OK 希望我呢 给您讲明白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微优异中观察者属性 或者说观察属性的使用方法 希望对您的学习理解呢 有所帮助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下载本地 您运行一下吧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呢 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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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